老师好,接下来就把你觉得你要安排台湾之美的影片把它放进来 那首先呢,我想来放一次台北伊林,代表台湾的,拉过来 那拉过来之后你播一下,这个影片时间多长,各位看一下哦,不能那么长啦 通常我们在看影片都是片段片段的精彩 那播一下哦,一小段就好了 那你要看哦,前面是这段,这个冒出来,我觉得后面这里比较精彩呢 哦,我觉得这样,可以看到这样比较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你要去掌握哦 不要太大,从这里开始,好,那前面这段不要了 点在影片的地方做,刀子把它割开来 点这里把它按Delete删掉,你要有这种好习惯 然后呢,这边叫做填满 那也不要这个,点这里,来再往后拉,看一下时间长 这样也太长了,老师看一下,这样多长,14秒 其实我讲实话,影片要看得流畅,大概都不要超过5秒钟 这是一般简直影片,所以你看的影片,昨天各位看的影片还算OK 每个都大概不会超过1秒钟 除非说这刚好是一个小表演的顺序啦 来这里,那就再删一下,后面这段我也不要那么多 后面云层再动,就算了,到这里就好了 来,大约就好了,我们现在做形象的影片嘛 那等一下这里有影片哦,我们播看看 它如果有声音的话呢,各位看一下 切割你为了按右键要做什么事情 把它的声音去掉,因为等一下有你的语音啊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配乐啊 所以这些如果影片本身有声音 对啊,那搞不好汽车声啊 所以按右键取消,再把这声音音调取消,拿掉 好,来,再加第二段,这个是台北一定出来 接下来我想加这个 好,这个,高雄的市集,我觉得这里这段也很漂亮 诶,这个没有声音的,来播看看 再讲一遍,都不要太长 那你应该拖曳看一下 诶,我觉得从这里有比较动态的可能 就从这里开始吧 切割,再点这里按Delete,把它填满 这里,那接下来这是高雄的城市光啊 我觉得也很不错 哦,有声音,按右键把它分离 把下面这删掉 那也不建议太长 后面这人比较在动,那切一半就好了 那等一下不够可以纯片补,后面补啊 所以有点变化,既然讲台湾不是有些科技吗 这些都可以整个在,这个是日月坛的影片哦 哦,这是佛光山的,日月坛是日月坛的 来,我也来一个一小段 就,诶,从这里好了 从这里到这里 我在做事情,你看了都懂 来,那再拉一下下 动一下就好了 再点切割 后面这段不要 那注意哦 你在操作的时候呢 移到这里来 拖曳 你看见吗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来看 把滑鼠标移到黄色的地方拖曳 我们现在就要做剪跟接嘛 影片最基本的剪跟接 诶,这个日月坛太长了 我就到这里就好了 切掉,后面这段不要 所以缩小来看比较准 这里又有这个 很多很棒的影片哦 哦,这是捷运行进的路线耶 这些影片都是在Canva下载的 这不是,看起来不错啊 来,我来一小段 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很简单 那我们这样拉 拉的时候呢 我觉得亮亮的地方感觉比较好 好啦 OK啦 那这段再切一下好了 那注意哦 看一下哦 点这里 往后拉 这个时间大概就六秒钟 不用很在意小细节 啊怎么调细节 这样拉 如果要调顺序就重新拖曳就好了 就拖曳来调就好了 拉到第二轨再把这个扳下来 如果要调顺序 老师要调顺序 它自动会靠近的时候有感觉 好啦,我再拉一段 那这个是道路的行进 这个也不错啊 不过行进不要让它 这是换这个 接下来这是廉持弹吧 再做旋转 好啦,我们看一小段 切割一下 影片的原则不要太长 除非说这是它演讲的影片 那就可以帮它留长一点点 不然应该都一片段片段 看起来就会很棒 来,再来 再换我 这个是高速公共 这个空拍的海边 哦,这影片其实每一段都很棒 空拍的海边 你看一下 当然都不要太长 这种画面觉得感觉很不错 你看十分钟也会压狂 所以为什么说五秒钟为原则 就这样做切割 那等一下我做完之后 可能要给老师多一点时间 这边还有一些八仙台 哦,再拉过来 还有这个铁轨的 这乐坛空拍 那老师看一下 如果你有使用的话呢 右上角这边出现打勾 方便你辨识 你看见吗 这个有打勾 这个还没用过哦 这是乐坛空拍的 好,来 我先往下移一点点 所以素材多做起来才好玩 这个十分鸟瀑布的影片 有声音按右键又来了 我们要做切割 把声音拿掉 然后这个也不要太长 来,那点这里再来做切割 看一下哦 我们把人放进来了 我们人放进来 我们刚不记得台湾字面 这里吗 来,我把这段讲完了 拉过来 我的总介绍就差不多这里而已 所以呢 等一下的 等一下画面这里呢 最多只能再加几个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这里有声音啊 所以等一下你自己再调没关系 那提醒各位 来,移到这里来 不是要做去背吗 如果这样影片这样能看吗 那我把这个动作先做完了 按两下 在这里影片上面按两下 这边有个色度去背 来,点这个打勾 去选背景声音 就可以把背景去掉 那老师旁边白白的 还要透过这两个来做一些调整 你就来调整那强度 哦,人要出来 鼻子保掉 最多大概只能再拉一下 好,这个拉到底 就差不多了 诶,这有加入新颜色去背哦 来,确定 那这个影片这里要调 大小不要摆在那里 调小一点 你是主持人 再小一些些 也不一定要靠边边 我把这个先做一下给你看哦 跟老师报告一下 一般哦 影片教学一天大概没有办法教到这里 我刚刚这一口气讲了很多 从其风一时的泰鲁阁大峡谷 到风光明媚的日月潭 每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 我说实话 理论上你应该听它语音哪里讲到哪里 这个里面的素材要做调整的顺序 所以要把它做好 其实也要花点时间 可是如果这样的组合 你不觉得画面就很有变化 来,我们先收回来 这个 因为我现在在做展示 所以理论上应该看文章 来,我们把这个文章再看一下 你介绍台湾之美 前面先介绍到哪里 你要看点内容啊 再放大一点 前面先介绍这个 是不是应该找 既然讲这里 是不是应该找跟海洋相关的 那这个如果是这里有文化 是不是应该找妙语的 顺序就是这样来的 老师这样有听懂吗 我现在跟你讲 很快讲基本的概念 来一个片头 接下来,那这边就带进来了 那等一下我们再加背景乐 老师旁边白白的 按两下 再来调整看看 再往来拉一点点 我刚才拉的时候放大来看哦 你看哦 这位导演 其实我觉得 这是颜色扩张 鼻子已经露出来不行了 这极限只能到这里 新增第二个颜色 可以有第二个颜色 我再点一下看看 效果有限 我再拉一下 哦好多了 注意哦 鼻子不要破孔哦 这里鼻子不要破孔哦 这里降噪看一下 哦不行 我现在就透过这样的 它可以选第二个颜色 那旁边可能 再选一下 再放大一点 放大做什么 我希望把旁边这个 白色的地方点点点起来 看起来也有限了 好 这样旁边就比较看起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背景就会比较 稍微干净一些些 来 我们在这边再小播一下 从这里再播一下 你看一下画面在动 大家好 我是聪贤老师 今天很高兴要来介绍台湾之美 台湾之美犹如衣服绚丽的画卷 展现出丰富多样的魅力 它拥有壮丽的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